哈喽,我是Andrew,欢迎收看保险之多少 好的,又回到我的Daily Vlog了 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上网买保险 最近很多保险公司都让保课们在网上买保险 那么在网上买保险呢,以前就只有旅游保险 还有一些特定的个人意外保险 最近呢,又有可以让你买人寿保险,还有医药卡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在银行买保险,或者是网上买保险 很有可能你是不会有Servicing Agent的 也就是说,当你有什么事情要Claim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你自己要去保险公司做你的Claim 去医院拿你的Medical Report等等 上网买保险,尤其是医药卡也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Cancer呢,还有一些治疗,比如说洗肾 很有可能不包括医生给你带回的药 尤其是Cancer的Treatment,它都没有包括医生给你带回的药 没有包括医生帮你做Diagnosis,帮你诊断 抽血之类的东西 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呢,有些网上的医药卡 或者是医疗保险呢,是不保Outpatient的Cancer Treatment Outpatient的Cancer Treatment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Treatment 大部分的保险公司都有这些保障 只是有些呢,网上offer的医疗保障呢 你看起来那个保费非常非常的便宜 这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因为它没有Agent 你自己要去跑这些Claim report之类的东西 第二就是有些保障呢,是跟普通的医疗保障 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如果你觉得在网上买医疗保障是你的选择 请看清楚它里面的条例是什么 不然你买了过后要Claim的时候 Claim不到你又在说保险公司骗你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可以帮到你的话呢 就请你按一个like,顺便share在你的社交媒体 如果你在YouTube呢,请你按一个subscribe 顺便按那个铃铛 所以我upload新的video的时候呢 你可以收到notification 谢谢收看 再到这 Nun 再到这儿 Stephanie 发电是数捕一下 我刚才让你惹Д不过 段距离 社交媒体 所以我们 floating Pep sober wants 励